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旧金山不能忍受的问题 请详细介绍有关旧金山不能忍受的问题的相关讯息与背景 旧金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重要城市 以其美丽的风景、多元文化和创新科技而闻名 然而,近年来,这个城市也面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使许多居民和访客感到不满 一,高昂的生活成本 旧金山是美国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其房价和租金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使得许多中低收入者难以承受 此外,日常生活费用 如食品、交通和医疗保健等也相对较高 二,无家可归者问题 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一直是城市的一大难题 根据报告 旧金山的无家可归人口数量 在美国城市中排名前几位 这个问题导致了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 并引发了居民的不满 三,犯罪率 虽然旧金山的犯罪率在过去几年中有所下降 但仍然相对较高 特别是盗窃和汽车破坏等财产犯罪 使得许多居民和访客感到不安 四,交通问题 旧金山的交通堵塞问题也相当严重 尽管城市努力改善公共交通系统 但由于道路狭窄和车辆过多 交通依然经常堵塞 五,教育资源不均 旧金山的公立学校资源分配不均 特别是在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 学生经常缺乏必要的教育资源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共同努力 旧金山已经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提供更多的低收入房屋 改善公共交通系统 并增加对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资 然而,这些改变需要时间 并且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 关于旧金山不能忍受的问题 还有哪些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旧金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重要城市 这个城市面临着许多不能忍受的问题 包括高昂的生活成本、房价飙涨 家庭无家可归问题、犯罪率上升 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等 以下是一些与这些问题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依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房价飙涨 这是由于科技业的蓬勃发展 大量的科技公司设立在旧金山湾区 例如苹果、Google和Facebook等 这些公司吸引了大量的高薪员工 导致了房价的飙涨 与此相关的重要人物包括 苹果创始人史蒂夫、贾博斯 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吉和塞尔盖、布林 以及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二、家庭无家可归问题 这是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和收入不均等问题导致的 与此相关的重要人物包括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 他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三、犯罪率上升 旧金山的犯罪率在近年来一直在上升 这与毒品问题和经济不平等有关 与此相关的重要人物包括旧金山警察局局长比尔、史考特 四、交通拥堵 旧金山的交通拥堵问题也非常严重 这与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系统的问题有关 与此相关的重要人物包括旧金山市交通局局长杰弗里·汤姆林 五、环境污染 旧金山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包括空气质量问题和垃圾处理问题 与此相关的重要人物包括旧金山环境部门主任戴博拉、拉斐尔 以上就是与旧金山不能忍受的问题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 关于旧金山不能忍受的问题对于今天有什么影响 旧金山不能忍受的问题可能指的是 这个城市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例如高昂的生活成本、家庭无房和街头露宿者问题 以及交通拥塞等 这些问题对今天有多种影响 首先,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房价使得许多中低收入者 难以在旧金山生活和工作 这导致了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和社会经济的分化 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城市的创新和多元性减弱 因为只有高收入者才能负担得起在这里生活 其次,街头露宿者问题不仅对露宿者自身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也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和治安带来挑战 这个问题的存在反映了社会保障网的不足 并可能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 最后,交通拥塞问题则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经济效率 它可能导致居民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通勤上 减少了他们的休闲时间和生活满意度 同时,交通拥塞也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这些问题的存在 对就金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